我才會嚇到這個 我剛洗一洗怎麼都把它放上去 蘿蔔應該切一切就好了 蘿蔔沒有新的問題吧 全部都給我排站 排隊排好 你吃到 吃狗的飯了 各位 我是不是很久沒有出現了 今天我要做什麼 平常我們給布拉 他們兩隻 就是吃的東西是吃什麼 吃飼料 偶爾會給他們吃一些肉乾 我覺得 他們的營養還是在多少 要再顧一下 因為我們雖然用的飼料是 還不錯的 可能是五穀類的 反正就是狗狗吃了之後 他們的糞便是 算是結塊結塊的 很OK的 因為早期給他們吃的 可能就不是五穀的 那可能常常會繞賽之類的 他們這樣子吃是不是蠻單調 像我們人一樣 你吃一樣的東西吃完了 吃久了是不是會單調 但是他們沒有這樣的給我感受 他們只要看到飼料 一直吃一直吃 所以那我今天就是想要來做一個 對於他們的胃啊什麼的 也不會受到傷害 因為畢竟我不會做 調味啊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今天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食材有什麼 好不好 南瓜 花椰菜 胡蘿蔔 土基里肌肉 有點在退冰了 鮭魚 看得到嗎看得到 應該可以吧 現煞的肌肉 豐富一點 全部都搞下去吧 好不好 那不囉嗦直接來做了 好不好 第一個動作其實 我們來做這個削蘿蔔嘛 這個蘿蔔裡外的顏色都一樣 是怎樣 那我才會嚇到這個 我剛洗一洗我就把它放上去 應該是嚇好了吧 這邊現在我覺得都是多的 其實都不太需要看了 我們要的東西都是結果 有時候過程 繁瑣的看多的都是膩 是不是 蘿蔔應該是切一切就好了 蘿蔔沒有新的問題吧 蘿蔔裡面到底可不可以吃啊 剛好你們一直在問你們 感覺好像在直播一樣 挺香 通常胡蘿蔔拿來生吃的 就是給小動物吃啊 不然就是去那個動物園啊 還是什麼的東西 就是景觀餐廳啊 有的沒的啊 像我們那邊的新鮮天空 就是可以去買這個胡蘿蔔 餵那個羊頭 還是 對吧 羊頭 南瓜好不好 就南高的東西先把它搞起來 對 裡面好像有紙對不對 記得沒錯 南瓜 要挖紙 好不好 在想一個問題啊 我現在這樣子一直在那邊 嘖嘖嘖的 要一直在那邊跟你們講話 這樣子啊 我突然覺得說如果我確診了 我不會無聊耶 我就拍一集 然後從頭到尾就是 我確診幾天 然後我每天起來就是跟你們講話 跟你們聊天 然後吃飯的時候就講兩句 我少說這樣片長 至少一個十五二十分鐘 然後你們就只看我確診了 那幾天在幹嘛 乾淨溜溜 南瓜 那你們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我一直堅持用條狀 這個叫花椰菜 菜花 不是 跟他不一樣吧 菜黃應該不是他 他叫花椰菜 反正他叫花椰菜 好吧 小朋友很多大人都不吃了 其實我 下面這個啊 這叫什麼 下面幫我留言一下 這叫什麼 姑且就叫他不吃的東西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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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肉 雞肉 脖雞啊 退冰一下 我摸他 退冰一下 我覺得這個肉啊 應該是不太需要處理 就是把那個表面那個筋啊 什麼的 把它弄一弄就好 還是堅持要把筋弄掉 嗯 消化 消化不好啊 這個雞肉裡面 他都會有一個白白的這個 這是筋你知道嗎 對 對 那我現在是從頭到尾就是全部把這個筋都拉掉 手工拉筋啊 對啊 我覺得我前置作業就是 光把這些東西整理起來 有點久了 因為我後面還有兩樣東西 這樣倒不如我先直接做煮的動作 讓它熟 那在中間的過程我再來做 這個切菜還是切肉的動作 欸 這是什麼 這台呢就是我們的 富甲庫克即時鍋 因為我剛剛已經說了 狗狗的 食材啊 食物啊 我是完全不可能去 用油下去煎 我今天也是Google過 那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用蒸的方式 下去做這個 食材的熟透 邊煮啦 邊蒸 好不好 這水也是不要漲太多了 不然等一下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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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其實這個 完全是不沾過的東西 所以沒什麼擔心 然後這一隻真的很方便 這一隻就是 讓你不怕燙的 這樣子可以拿起每個東西 所以我剛剛有跟各位想到說 為什麼我要把它做成條狀的吧 場的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等下放下去 等一下我們放下去的時候 這樣子是正常的 我快撞了就變得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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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給我站著呢 你們不要亂跑 全部都給我排站 排隊排好 來我們繼續下一個動作 不管他 繼續來搞我的肉肉了 那這肉肉骨頭是怎樣 我的肉都是骨頭 我什麼要切 剛剛那個雞腿肉弄到一半 感覺他那個花椰菜跟南瓜應該是好的 南瓜爛的喔 漂亮喔 來看一下 超爛的花椰菜 真的超爛的 南瓜 超爛的南瓜 再來我要搞我的魚了 肉我都用好了 肉其實蒸起來應該是蠻快的 超大鮭魚 魚應該一直就夠了吧 太多了 最後一個魚 弄好了 現在就是鮮蓋 鮮蓋 一定會有刺的 魚肉 基本上沒意外的話 還是蠻多刺的 我現在已經夠涼了 把那個魚的刺挑掉 鮮蓋 Everybody 繞在幹嘛 我幫他們加了一點點飯 飯不能太多 對 對於他們來講 好像有點不適合 然後因為畢竟我們今天的配料也蠻多的 所以我決定讓他們吃飽飽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把肉肉鋪底吧 肉 我會全部平均分配給他們吃 對他們來講 還在 鮮蓋在大鮮 我的手是超乾淨的 我剛剛有講過了 都可以直接 直接拿 我都拿東西再吃了 魚鵝魚鵝 這什麼 什麼什麼東西 豐富的什麼東西 DHA喔 喔 So let's go 那會不會吃了這一餐之後 從此之後 吃掉不給我吃了 這都是配料而已啊 太多會過分地撐出他們的胃 你知道嗎 軟過你 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會不會喜歡 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的體驗 我其實還蠻害怕的 滿滿的 滿滿的 可以直接吃 你知道嗎 喔 魚味好重喔 棒喔 這次他們平常吃飯的碗 來 吃飯飯 坐下 坐下 NO 坐 坐 NO 好 好啊 喔來 我吃飯飯 他怕地上太滑 好 出體驗 來囉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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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耶 很香齁 裡面有肉肉還有魚耶 還有菜菜耶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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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們兩個是你要用他的碗都沒關係的你知道嗎 而且我這樣子算下來喔 我估計菜啊跟肉跟魚 算下來如果是他們兩隻的金額總額 因為我剛剛沒有全部用下去 算下來我估計應該是三百塊總額 就是一餐這樣子 因為我們還有嘛還有剩啊 不是乾淨喔 他爸爸才會繼續用喔 啦啦也吃完了 欸 開心 那我覺得今天滿成功的很棒 這也就是你借過啦 你去旁邊啦 爸爸拍東西啦 有沒有機會就是有那個就是想要 跟我們合作就是做我可以教狗狗的那種的 教狗狗啊 就是比較簡單的一些東西 然後讓他聽話一點 如果有的話再跟我們聯絡一下好不好 對OK 那我覺得今天很棒 那我剩下的東西我會先 我就自己人把它吃掉 人把它吃掉了好不好 不肯丟掉 那等一下你們再看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就這樣子啦好不好 下次想要再看什麼拍什麼 拜託拜託各位 在首播的時候跟我互動 跟我聊天 然後你就再跟我說 你想要看我們拍什麼 不一定只有我拍嘛 然後我老婆拍也可以啊 對呀或者是說 我可以找我們團員一起拍 都OK 你們都可以跟我說 我們可以合作什麼 都OK 記得首播的時候熱絡一點 拜託了好嗎 不然每次都是晚餐時間 你們都搞得好像肚子很餓餓的要死 然後看影片的時候都不想跟我聊天 偏偏在吃你的東西呢 可能是啦我覺得啦 好不好先這樣子 然後繼續來看我的食材怎麼了 我要怎麼搞 我要來吃了 我媽就要的 走了 你在吃東西了喔 超餓的耶 那碗給你啊 沒良心你沒有等我 超好吃的喔 這看似一碗覺得普通 但是吃起來是營養滿分耶 而且味道是綜合得剛剛好 很棒喔 請問你 有什麼東西嗎 有什麼東西嗎 有調了什麼東西 調料嗎 你就吃吧 我吃到的魚有菜 其實也不是要給你吃的 老實說這真的蠻好吃的 真的喔 我不好小 這真的很好吃 我看一下它在幹嘛 你叫我吃狗的飯喔 吃他們剩 然後你才給我吃 啊不然 好啊沒事啊 你那碗是剩的我那碗是新的 好啊沒事啊 他們都可以吃了我也可以吃嗎 因為我個人是不愛南瓜 可是我剛剛吃起來它不會讓我覺得很南瓜很南瓜的味道 你知道嗎重點是什麼嗎 任何一個調味料 胡椒粉也沒有 所以它是蔬菜跟魚自然的甜味帶出來的 對啊 那我覺得很棒耶 健康餐的那個食材 都可以這樣子做